那是村长没素质 村长素质低 大家没必要学我 像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些什么 都有缺点都有错误 没关系 到这来学着做一个好女人 就是要 要学会去欣赏一个男人 首先是要爱自己 要认识到自己也是这样 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 都有缺点都有错误 能有这样的自爱 才可能去接受别人 你所谓的超纲 首先是你自己不自爱 首先自己接受不了自己 你如果足够能接受自己的错误 自然就能接受别人的错误 自然就能允许别人犯错 放过了别人就放过了自己 你要学的很多 所谓的婚姻就是这样一场休息 你这才刚刚开始 恋爱这才开始 后边还有很多 包括其他的正在恋爱当中的 或者正在吵架当中的 或者正在失恋当中的 这些同学 体会一下我刚才说的话 这不仅是给这个呼和浩特的 你的男友或者你的丈夫 或者你的妻子没有这样刚才这样拍视频 这样的爱好 他肯定有其他的缺点 我们每个男人 每个女人都有缺点 都有错误 又能怎样 我们自己也一样 所谓的婚姻 所谓的爱情 就是两个不完美的人 在一起 相互宽容 相互包容 相互肯定 相互支持 告诉他 你有缺点 没关系 我支持你 我原谅你 我允许你犯错 你仍然是我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这就是所谓的爱情 而不是说他简直完美无瑕 他很帅 又能赚钱 又对你很好 他也没有那啥 然后只对你忠贞不二 那种人不存在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可是很多人就追求这种错误的爱情 很多这种傻逼女人 傻逼男人 你不会做这样的人了 你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你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现在到咱这 首先你走向脱单已经是进步了 这很好 进步不够 还要继续 你完成了第一道题 后边有第二道题 将来还有第三道题 我希望你用这完成第一道 第二道题的这种勇气 这种态度 去面对以后的难题 后边还有更多让你超纲的问题 我不知道超纲什么意思 对你来说可能就超级 超过你的极限 是吧 没有什么难题 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难题 是吧 那村长这么糟糕的男人 你都能接受 村长这么变态的男人 你都能接受 你老公 你这个男朋友 比村长好多了呀 你为什么能对村长接受 能接受不了自己的男朋友 人就容易犯这样的错 对外人宽容 对自己亲近的人 可可 表面上你是 不原谅他 其实是你不接纳自己 放过他 就放过自己 好 就跟你说这么多 好 广州的这个小园 一直在打哈欠 打鸽 脸 总打鸽 几位武器 我不读了啊 你们这都 今天不发戒严信息 我以后也不发戒严信息 以后不敢说 至少今天不发 不发戒严信息 好 这太多了 我都不读了啊 你们都那啥了 山东的鲁杰 木秋二八 我有个小问题 前段时间接触了一个男生 感觉挺好 但家里觉得他不是正式工作 我是教师 我是教师编 所以家里觉得 要找个编制内的 我慢慢的就对他有要求了 然后就开始计较自己的付出 我没有主见 也很纠结痛苦 不知道要听父母的 还是要不计后果的 去要爱情 你今年多大啊 这个木秋二八 我感觉你应该年纪不大 怎么年名字 起个这个名字 老气横秋的木秋二八 秋天已经让人狠了啥了 还木秋 这跟你后边这个 没有主见 很纠结痛苦 很像 这个 也是 这又是一个关于爱情的问题 让我说呢 尽追求这些错误的东西 但编制内就好了 编制内就好了吗 我告诉你几个编制内的 那个 这一时还想不起来 有个人叫 李刚他儿子 李刚他儿子肯定是编制内的 是不是 还有那个李天一 李天一肯定是编制内的 追求了什么 虚头八脑 编制内 编制外 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什么计较 自己的付出 没有主见 也很纠结痛苦 这才是最主要的 你不懂得爱 不懂得爱是什么 没关系 去学呀 你父母没有教给你这个 可是你现在已经成年了 你自己要对自己的 没有主见 但这也很正常 没关系 去学习 这叫自信 自信是要建立的 慢慢累积起来的 好不好 去学习 我鼓励你学习 育碧健康是本 打了一阵格又停了 算吗 算啊 不可能永远打下去的 都是打一阵 有的人是只打了几个格 这就算 我们正在发信息 不用重发一次 我们一直在 在发信息 静开 还有福庆 你是要问什么呀 要请教什么呀 我没看到你的问题 你家庭关系不好 怎么了 我刚才都在发信息 今上开 我一直在意 我一直在架架 你不曾来 你和我一直在意 这是我一直在意 去嘴银化了 晚A定 你的问题我不读了 这没什么 估计你最近碰到了一些什么挫折 所以才自我打击了 自我怀疑 没关系 碰到什么挫折 这是人碰到挫折之后的正常的反应 学着自爱吧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学着自爱 念天行剑 天行剑 自爱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爱自己 你以前不会 碰到这样的时候 就赶快加强自爱 好 这个晚A听语 晚A 合肥 今天合肥的同学有好多 好几个了我也看到 三月份才知道喝风 半年前参加四次壁骨营学习心法 知道一切错的根源都在自己 五月份我提过一次问 我大女儿29岁 十年前医生诊断 精神分裂 学习心法后才知道自己才是那个神经病 以前的生活 不会欣赏老公和孩子们 太多的指责和抱怨 现在慢慢改变 学会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 行 行 这个来得及啊 29岁 十年前发现诊断精神分裂 今年29 来得及 来得及 只要你现在把夫妻关系经营好 29岁咋了 十年的精神分裂大了 一样能把后边的日子过好 欲思梦想成真 买一点原始股票 但又不懂这方面的知识 想请教您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 我不是高手啊 原始股票 买了什么的原始股 你就拿着呗 这有啥高手 这有啥指点 请问的人多 我只能跳着来了 我只能跳着来了 欲碧依然 我常在家里听村长答疑 我爱人也走进壁谷营 爱人越来越支持我学习导师 但是儿子在外地 他不信 我把儿子拉进壁谷群 让他看 最近他回来 还是劝我不要太迷信壁谷 我可不可以给他做大 让他支持我 可以啊 你最重要的把自己做好就是了 是不是 你做的应该不错 因为你老公一直在支持你 支持你学导师 你俩关系越好 这是最重要 你俩身体越健康 这是最重要 儿子信不信 这没关系 不影响 穷碧张立群 瑜伽和咱们喝风 为什么有冲突 以前我练瑜伽 自从学了喝风 免费壁谷就不练了 偶尔练两次 感觉不舒服 请村长指点 好 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咱这跟瑜伽就是有冲突 不是跟瑜伽有冲突 是跟咱现在的这些 就是瑜伽不是这样练的 真正瑜伽你看啊 真正练瑜伽的应该是哪些人 印度 是吧 咱能想到的这瑜伽是从印度来 印度练瑜伽的是哪些人 首先是男的 其次各种各样的人 在马路边都有练的 是吧 到中国 不仅到中国 到世界上都变样 包装过了 现在大家学的瑜伽都是哪 大部分是女的吧 首先是女的 其次一定要在楼里边 一定要在那个 什么装潢的 富丽堂皇的那些地方 然后呢 而且还各种各样的流派 今天是这个 明天是那个 学了这个再学那个 见折腾那些 用我们的话说就不接地气 练瑜伽不能这样练 不是说瑜伽有问题 这种哄人的东西 包装过的 包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跟咱有矛盾 跟咱文化冲突啊 我们壁估在哪 哪都可以练 可以在家里练 可以到公园里练 可以在山上练 是不是 我们鼓励大家到公园 在马路上 大马路上 我们跟瑜伽 其实真正是相通的 可是跟这种 就在那什么 什么会所里 他把为啥把那会所 装修的那么好 他不装修那 装修那么好 他怎么能收到钱呢 怎么能收费那么贵呢 是不是 为什么要整的 今天是这个瑜伽 明天那个瑜伽 为什么要整的 乱七八糟那些方式 他不整那么多方式 他怎么能收到钱呢 咱们何止跟瑜伽有冲突 跟咱有冲突的多了 是不是 好 好 很多人都喉咙堵 太高兴了 好 G男M宰霸 今年12岁 用爸爸的手机停直播 也接到信息了 打嗝流眼泪 胃里翻腾 明天我要开始闭谷 12岁 应该是接信息里边 年龄最小的了吧 至少是比较小的 极易寸草 春灰 我困了算吗 喉咙有点堵 算算 聊F水帘 恶心想吐 能躺下吗 能 可以躺下 这个过了这个九点以后 其实都可以 现在都快十点 可以任意的姿势 想躺着 想趴着 想走路 都可以 到十点多 我再休息一下 再休息个两分钟 灰哥 灰哥都想吐了 你这肯定是接到信息了 是啊 我这不断在跳 提问太多了 黑记彩虹 我现在还在打嗝 脚底下还像出汗似的 这是接到信息的表现吗 是 是啊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你这个就稍微特殊了一点 打嗝的时间长一点而已 心 M 蒙面人 我打了两个合 两个格 胃里有点不舒服 咳睡了 是不是接到信息 是啊 如果仅仅打两个格 这有点接到信息 这不明确 但是你其他这几个配合起来 就有很多啥 接到信息可以活动 接到信息可以活动 不一定要一直坐着 苏F一方风顺 刚喂了中药 现在打嗝胃胀 能吃中药吗 哎 你既然要避骨 就别吃中药 好不好 都避骨了 还吃什么中药 不过你想吃就吃也无妨 那你就不要避骨了 你吃了中药就不要避骨了 接到信息了就要开始避骨 鲁捷菩提 村长好 功课没做足 但是接到信息了 该怎么办 你如果觉得自己功课没做足 即使接到信息了 也可以继续吃饭呀 继续好好吃饭 继续做功课 把这次信息错过就是了 你认为自己功课没做足 那就等做足了再来 再来接信息 这不是更好 哎呀 这这太多了 这这不用每个人都回答吧 晋A黑牛 胃力翻腾 这肯定是接到信息 爱阳光你可以喝点水 在避骨 完全可以 可以啊 晋A天津的这个开心365 问怎么做能增肥 哎呀 这个到面兽的时候 讲更合适一些 这个增肥呢 我现在讲怕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主要还是先避骨 避骨完了要适当的多吃 要配合运动 配合一些力量训练 然后呢 也不能吃的 也不能吃的太多 这都是次要 最重要的 要有心态的配合 心法 如果学了心法 更合适一些 瘦的人呢 往往 往往心里住了个瘦子 他以细长为美 内心深处 以细长为美 相由心生 这个参加的面兽 再讨论这个话题 更好一些 闪A 我就是钱 没参加过避骨营 没有学过福气 没有学过心法 嗓子有点堵 可以开始避骨吗 可以啊 我们这些在家里避骨的人 都是没有参加过避骨营 没有学过福气 没学过心法 你实际上功课做好了吗 功课做好了 你现在嗓子有点堵 完全可以开始避骨 接到信息了 完全可以开始 在家里避骨 不需要学心法的 也不需要学福气的 也不需要参加避骨营的 在家里避骨 不需要这些 参加避骨营 也不需要 不一定非得要避骨 参加避骨营 99%的人是避骨的 可是有1%是吃饭的 没关系 避骨不用到避骨营里学 在家就能学会 咱们叫免费避骨 就是这样 你在家就能学会 不一定到避骨营 到避骨营是学心法的 学更高级的东西 这个是台阶设计的 不吃饭避骨 根本没必要到训练营里 在家就能学会 只要你把前提条件是你要把功课做好 这个向阳花 鲁记向阳花不给你回答了 你就这么多问号 我咋回答 问问题也是 这节课得的 讲的是得一 问问题 你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这就行了 你这么多问号 我也忙不过来 问题这么多 我这在不断的挑 这问题太多了 我这在不断的挑 我这在不断的挑 哪 哎呦 这跳的 真是 大家提问少提点吧 好不好 尤其这些没改好群名片的人 就不要在这刷屏了 你这群名片没修改好 群名片没修改好 我连看到不看到 问题太多 我等会翻到哪算的 调到哪算的 这个 跳过的人都 只能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这90%的问题都要被我 都被我跳过 我都被我出带了 回答一下这个人的问题吧 天津的 叫什么 天洁 津洁 津洁 我是30岁 哎呀 这今天就没法看 30岁的废啊 这马上又跳的 看不见 问题太多了 我这手机这有点吃力 抱歉啊 刚读了一句 30岁的肺癌 马上就看不见 跳的 问题太多 跳的我没法 我想找见那个30岁的肺癌 稍等一下啊 我就再放一放 好 我看到翻到很多人都接到信息 我不读了啊 你这些好些都是接到信息了 打嗝流泪不断 这个天津的这个同学啊 30岁的肺癌 我想问咱们和风好多癌症治愈的案例 是发现癌症后 在和风治疗的 还是在医院治疗后 再加上咱们这种方式的 不一样 有的是 没有区医院 没有区医院的这种 往往是那种 到了晚期了 转移的 就是医院没办法 还有一些是这种 在医院治疗 先做手术了 然后再到这儿来学的 不管是哪一种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应该是现在发现肺癌的 现在还没手术是吧 如果医院人家能有比较好的办法 像这种癌症患者 你像癌症的初期 就是这个手术的治愈率 还是比较高的 我建议都要 不要放过这样的手术的机会 能有手术的话 先去做手术 不管是什么 你是肺癌 其他的不管是什么 我都建议先去做手术 先去做手术 然后放化疗 完了之后再来学 学我们这个 这个更好一些 但是有的是已经到晚期了 医院都不给手术了 那咋吧 那就 那只能 是不是 提问的人太多 好 这问题我都跳过了 看都是这个 接到信息的 肝癌痴 爱上喝风 村长一般感冒了 接到接得到吗 这跟感冒没关系 只要功课做好了 该接到还是能接到 猛C心悦 我好像接到信息了 打嗝嗲 现在在外地 我想过几天 回到家 开始第一次 闭谷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试一试 或者干脆 把这一次都错过 以后再找机会 辽碧张红 老人做的不对 可以发火吗 可以发火啊 但是你发火 你要注意一下 不要让老人伤心啊 要子女对老人 发的火还少吗 子女对老人 发的火还少吗 刚才我听见 我儿子在里边 应该是对他 对他姥姥在 鲁碧炎 刚才看到你就想吐 一打坐 好几秒就吐了 今天是喝了二两小酒 平常 平常一样 平常一样 没这个样子 这啥意思 请问村长 我这是借到信息了 我也流泪打哈欠 我是7月25号参加青岛 阳口的碧骨 你这肯定是借到信息了 你都吐了 你还要咋样 郁恩新新问 10月2日村长还发信息吗 10月2日就不发信息了 10月2日到现场了 现场直接教大家 意念碧骨 10月2日晚上7点 7点整 我们全国联网 在家里就看不到了 就在训练营里 会教大家意念碧骨 你没接到信息也没关系 没接到信息到那个时候去 意念开始 欲滴 欲滴高采燕 有火刊发直去发 可以随便发脾气吗 对自己的弟弟妹妹 自己的妈妈都可以吗 我害怕发脾气 害怕被他们骂 你害怕呢 你就别发呗 这个话 就是跟你这样的人说的 就是不 就是为了不在乎别人 就是为了不怕他们骂才 才才 管别人骂不骂 你先看看自己做对了 有火刊发直去发 你 对着 你去开着车 你对着十字路口 那警察你去发火 你对他骂一顿 你看会出现啥结果 我估计会把你抓起来 拘留起来的 辽碧滑解 我是辽宁大连的 我女儿得剑洞人 今年五年了 她可以 她可以避古吗 你当妈妈的 你当妈妈的 征求她的意见了 你女儿多大了 你是大连的 我看你头像 你年纪也不大 你女儿更不大 我这 打一下字 你女儿多大了 我这看到最后 我想知道 你女儿有多大 看 大连的这个花姐 你女儿都得了 这个病都五年了 你还不检查 自己的错误 还在这 安排你女儿的生活 她来避古顶上用 碰见你这个妈 她避古顶上用 不要再去 安排你女儿的生活 你女儿得这个病 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你对她的这种控制 这种安排是错的 你已经错了N年了 你女儿年纪有多大 你就错了有多少年了 打个数字呀 这很难吗 你女儿年龄有多大 就微信的那篇文章 今天的微信那篇文章 去看下去 就说那个叫什么 林妙可的 什么家长的后边那个 你去看一下 你一直在用这种态度 对待你女儿 女儿为什么得这种 什么见动症 这种见动症 就是无力感 无助 无力 碰到困难就挫折 为什么会碰到困难 感到这种 严重的挫折感 无力感 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教会她 怎么该面对困难 面对挫折 你习惯了去安排她的生活 习惯于用你所谓的爱 去伤害她 你一刀一刀的砍你女儿 终于把你女儿砍得动不了了 你现在还继续拿刀砍她 继续去控制她 继续去安排她的生活 不要再这样犯这样的错误了 放下你的土豆 哎呀 好多人都吐了 好多人都吐 哎呀 不用问了呀 这么多人都在问 打歌打哈欠 头晕 是不是借到信息 肯定是啊 你这 这不是浪费我们的 这咱这是跳的 这就是 这提问太多才跳 河南的这个叫 好运来敲门 预计好运来敲门 我没有看到这个 刚才大连那个人说 说年龄吗 没有说吧 如果谁说了 给我提醒一下 大连那个人是不是都 不管他 说完了就行了啊 咱回答先来看 这个河南这个同学啊 好运来敲门 我老公走了七年 单身也七年了 学了和风后 今年莫名其妙的 谈了男朋友 就像做梦一样 他是南方人 我是北方人 我们都有缺点 也争吵 但是也到了 见双方父母的时候 也许就是缘分吧 我知道我以后 学习的路还很长 明天就要带他回家 见公婆和爸爸 带他回家 见公婆和爸爸 啥意思 带他回家 我相信我们以后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嗯 很好 预计是哪 河南呢 尤其这种心态就很好 将来会有困难 不怕 将来会有争吵 现在也有争吵 没关系 就要有这种 做梦的这种态度 今年多大了 我不知道你多大 不管你多大吧 不管你是30岁 还是40岁 还是50岁 都要有这种心态 我也祝福你 我也相信你 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加油啊 咱们不怕困难 这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是来面对 这些困难 我们的生活 每天都是困难 又能怎样 有一个人 我们一起来克服困难 一起来面对困难 两个人在一起 总是比一个人要 要温暖一些 要有趣一些 进A张宝亮 两次B股的间隔时间多长 这不一定要 看你B股的时间了 也看你准备的功课了 一般新人我们建议 如果功课做得好的话 我们建议隔上三个月 这样比较好 间隔多长时间不重要 这个最重要的是 练功 我们经常说 练功比不吃饭更重要 生活比练功更重要 进节开心每一天 我是新人 听村长直播 知道自己是个坏女人 我女儿精神状态不好 我要帮助她照 照顾孩子 帮她煎药 我这样做可以吗 我和她和婆婆相处不来 我也想不来另外的办法 我不知道帮她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我估计不对 为啥呢 因为你是个坏女人 你这个坏女人 做啥都是错的 坏女人就是这样 干啥都是错的 你女儿精神状态不好 你要承担主要责任 你要承担最少50%的责任 女儿精神状态不好 跟你是个坏女人 跟你是个坏女人 有直接的关系 你不该帮她 你该帮你自己 你该把你自己的家庭建设好 把你跟老公的关系先处好 这是要主要的 帮她煎药不煎药 这不重要 你会照顾孩子吗 你帮她照顾孩子 你把一个女儿已经培养成精神病了 已经精神状态不好 你再把你这个外孙子 也培养成 她和婆婆相处不好 你和婆婆能相处好吗 先把自己做好 把自己做好 自己学会做一个好女人 好不好 这是你重要的问题 煎药不煎药 这都不重要 好 这些问题我都跳 这都是接到信息了吗 打哈欠 流眼泪 胃胀 这肯定是接到信息了 这这么多人没必要问了 肯定是接到信息 香A 苏秀红 我是再婚家庭 老公有个女儿 和我差不多大 十年前 因为她妈妈生病走了 过了不久 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们现在也相处四年了 我之前还要自己去理解 接受忍耐 时间长了 我觉得自己受不了了 昨天晚上又吵了又骂我 我老公不在家 刚刚发视频过来 听到了 我老公很烦 很难过 我安慰他了 和他说可能是我自己没做好 我也确实有点烦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报了10月2号的壁骨班 这几天 我很自然的早上去天行见 好 这个长沙的苏秀红 我来跟你说几句 这个 不要去理解 有啥理解 你怎么能理解 你根本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我们不可能理解别人 我也从来不理解别人 我们永远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 你能理解自己就不错了 更不要什么忍耐 这忍耐这是一个最糟糕的 相反 相反 你要学会 你是再婚家庭 是吧 再婚家庭 你是二婚吗 你老公肯定是二婚了 你是二婚吗 我猜也是 你们前面的婚姻没整好 现在的婚姻又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个 前面这个 跟你差不多的 年龄上差不多 可是在辈分上算是你的女儿 又亮起了红灯 本质上还是你跟老公要把关系搞好 本质上你还是要学会经营你的家庭 你要学会了经营你的家庭 这样的困难你们就能一起面对 可是你不会经营家庭 这样的困难就足够 让你这个困难 让你的婚姻亮起 不只亮起红灯 到最后破零 现在只是亮红灯 你去十月二号参加这个壁古 包你好好学吧 要学会经营自己的家庭 这才是问题的观点 而不是你现在遇到的困难 谁没有困难 谁没有困难 都有 每个人的困难都不容易 北京的无碍 你说 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 人活世上须八戒 更要悟空 你这一天 你怎么跑到庙友家了 这你是北京的 北京的这个张鑫 我已经壁古三次 两次参加壁古营 每次壁古七天 7月3号壁古9.5天 糖尿病好了 从3月14号到现在 没吃过一粒药 保健品也不吃了 现在就是新法学的不深刻 遇到事情心里很不舒服 拿今天晚上来说 我给女儿带孩子 中午吃的饭 下午她单位组织看电影 我带外孙女在一个小动物园玩 到了晚上她老公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姑娘不问我吃多少 就说我和她 还有小外孙女一起吃一碗面 说我们都不饿 我听了以后心里好难受 我看一下午孩子怎么不饿 村长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她 我能吃一碗 不应该生气 是不是我太作了 不应该生姑娘的气 应该说清楚 但是我现在又不想说是心里难受 这段时间遇到事情 心里就纠结了 北京的这个叫张鑫是吧 你就是心里 你这糖尿病刚好 这要保持住啊 就是咱经常说一句话叫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 像糖尿病这种病 在西医认为都是 都是不可逆的 你现在已经就好了有半年了 半年一粒药都没有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觉得心法没学好 学得不深刻 那就再去学呗 再去参加训练营 不要再带孙子了 去参加训练营去 去锻炼去 去参加线下见面 去跟这个北京的人 这些天天去参加线下见面 天行见 跟着他们活动 有空了再去到这 这个就是应该 你应该直接的说 我饿 我需要吃一碗面 明确的告诉你女儿 是不是 不说出来 还心里难受 这就叫什么 这叫什么 不自爱 那整天在讲 有火 勘发 持续发 你就想拿这种可怜相 来去控制你女儿 你那个糖尿病 就是个控制狂 你以前就控制欲很强 现在又来犯这个病了 这才好了半年 又开始犯病了 好了伤疤 忘了疼 这很正常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要警惕 要警惕 病好了 在我们这儿病好了 这不算什么本事 能一直健康 这才算真的本事 打江山不易 守江山更难 现在你江山已经打下来了 可是你要面临新的难题了 下回碰到这样的情况 直接就说出来 我需要吃一碗面 你说出来就不用心里难受 你就是要用这种心里难受 要用自己这种痛苦 要用自己这种可怜 要用自己这种疾病 来谴责你的女儿 来指责别人 来博取别人的同情 来控制别人 这很肮脏的 但整天在讲这个 疾病不值得同情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是不是 你就用这种自我折磨 自我伤害 来去控制别人 这没意 这是害了自己 也害了别人 你不需要这样 你完全可以高高兴 跟他说 我也饿 给妈妈也买一碗面 也可以自己去买一碗面 你自己又不是不会 兜里又没有 不是说兜里没钱吧 是不是 完全可以自己去买一碗面 他说出了 那是你女儿啊 你都不能指出来 那你这也太不自爱了 要学会爱自己 你现在仍然没有学会爱自己 虽然你做的不错啊 前边已经 比以前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但是离学会爱自己 还有一段距离 还要继续啊 包括其他的这些 这个是给这个 这个人是糖尿病 其他的人也一样 你可能什么胃病了 甚至什么癌症了 好了都没意义啊 癌症好了到我这儿 我会照样骂的 如果你没有学会爱自己 癌症好了又能怎样 我这例子里 我这儿已经出了 不止一例了啊 癌症好了到医院检查 没有任何癌细胞了 可是又能怎样 隔了一年多又犯病了 癌症好了都没意义 健康是一辈子的事 爱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现在病好了 这很好 但是这不是终点 打下江山不是终点 新的考验就来了 你看看主席 现在国庆 主席他们从西百坡 进北京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态 主席的话很说得很好 我们这是进京赶考 你是北京的 你应该有这种进京赶考的心态 你现在病好了 其他所有的病好的这种同学啊 病好了不要忘乎所以 不管你是什么病 你是糖尿病 你是高血压 你是胃病 你是癌症 不管你是什么病 病好了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病好了 这是新的考验的开始 打下江山 不代表你永远就能坐下江山 你能不能迎接新的挑战 你能不能不要学李自成 李自成就是那样 坐了几天江山 当了几天皇帝 马上就完蛋 打下江山不易 手下江山更难 很多人还没打下江山 很多人还在现在自己在 在在在 要珍惜这样的江山 珍惜这样的健康 珍惜这样得之不易的机会 没关系啊 出了这样的事更好 出了这样的事 不要纠结 没啥纠结 出去天行剑去 这两天就把娃放给他 去参加 去报名 北京十月二号这一期 我不知道有没有 抓紧时间去报名 北京十月二号的这期训练营去 一定要守住江山啊 好十点半了 这样吧 这提问的人还特别多 休息两分钟 休息两分钟 我继续 今天争取讲到十一点多 我继续 好 我看10点半了 这个问题还很多 今天肯定要11点多了 这个高彩燕不给你回答了 你已经问了好几个问题了 问一个 要提问的这些人 不要随便提问 现在在吉林 看到你了 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就在发信息 我们一边讲课一边在发信息 这个叫A温馨 我现在不停的打哈欠 我是接到信息了吗 可是我的手去年骨折 这几天才取了钢钉 我能闭鼓吗 温馨要看你的准备功课做的怎么样 你准备功课做好了 这取钢钉不影响壁鼓 贵C石云果 村长感觉不明显 是不是没接到信息 明天还能壁鼓吗 如果感觉不明显 有可能就是没接到信息 没接到信息 明天还能壁鼓吗 就看你准备功课了 如果你准备功课做的很充分 没接到信息完全可以壁鼓啊 完全可以 相反翻过来 如果功课做的很差 即使接到信息了 你也可以老老实吃饭 提问的人太多 我都跳过了 大部分问题都跳过 这都是接到信息了 这这个 接到信息能喝水啊 能喝水 太多了 太多了 不 很快 你说 我现在想给你 贵C家荣 88年男性格老师不爱说话 还没有谈恋爱 该怎么做才能离婚姻近一些 88年今年多大了 31 是这样吧 如果31还没谈过恋爱 这有点 我也晚婚 我结婚很晚 但是 我谈恋爱早 88年是31岁 我没算错 90年今年是29 该怎么做才能离婚姻近一些 31了 怎么离婚姻近 去学习 去参加我们的训练营 去学着自爱 去学着游戏 对 去学着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的话 你很快就 很快就结婚 我们曾经要开 有一度都开了这样的课程 脱单的课程 后来很快就停了 脱单对我们来说 易如反掌 脱单没意义 我们后来发现脱单没意义 如果你没学会成为一个好男人或者好女人 脱了单一轮怎么样 婚姻是一个新的噩梦 翻过来 你如果成为了好男人或者好女人 爱情就在前面等着你 而且 这是一种幸福的家庭 你学会了经营你的幸福 经营你的家庭 前面的这些困难 都变得有趣 去参加训练营 学会做一个好男人 其他单身的也一样 这是给刚才这个单身的贵C 这是贵连的这些同学介绍 其他单身的都一样 不管是哪的 想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的 都是一样的建议 不要急着脱单 不要把脱单定为目的 而把这个 自己 成为好男人好女人 学会做一个好男人好女人 作为一个方向 月毕为宠 只要听村长的课 慢慢去落地 想要的幸福都在自己手中 我是去年十一月走进河峰的 那时候 我过在人间地狱 痛苦 无法言说 经朋友指点 才进河峰学习 快一年 现在我过得跟公主一样 朋友和亲人 都说我现在幸福的 像一道光 不错 咱应该没见过面吧 我经常看到你这个名字 你是深圳的吗 是吧 围虫 我记得我还说 你能学导师 你是你们那儿 你们那个区好像 目前好像 没有导师 是吧 静M幸福健康说 我孩子八岁 也接到了信息 我刚才说 那个十二岁最小 你也不服气 欲赛开心快乐 你可以啊 可以 你复制这个复印的 大约健身法 给你 给你妈 是吧 可以啊 没有智能手机 就给他买一个智能手机 一个智能手机 能值多少钱 现在一个智能手机 一千块钱 就能买一个 像老年人 如果仅仅学这个壁谷的话 不用一千块钱吗 几百块钱就能学一个 学大约健身法可以 但是呢 如果要听课的什么 这配合起来不是更好 这就是孝敬你妈的机会吗 你给他弄个手机 他老娘也高兴呀 抓住这样的机会啊 拿这个再去学 这不是更好吗 让他也能看看视频 听听预句 是不是 这A沉默是今 村长晚上好 我儿子除了工作就是打游戏 都不运动一下 我自从听了你的课后 我就不说他 我现在也不给他洗衣服 这样我这种办法行吗 你有什么办法 我都没看出来你什么办法 就是不说他 不给他洗衣服 这是办法 这什么狗屁办法 不说他就是对吗 不说他这样是错 你说他是错 不说他也是错 你给他洗衣服是错 不给他洗衣服也是错 不能光学表面 不能光学表面 你要学表面 就是学村长一天说脏话的 有学员这样跟我说 说是这个 我就学不来村长说脏话 你说学什么呢 谁让你学这个了 村长还一天随地小便呢 我对着树就小便了 你一个女的 你也把裤子一拉 你对着树你在那 那成了一个女流氓了 是不是 不要学着这个是表象 学什么 要学精神 学精神 村长说脏话是素质差 村长不觉得素质差 有什么不好的 村长就是这么素质低 村长也不打算素质有多高 是不是 这是精神 包括这个对待子女 你不说他又能怎么样 你不说他 你同样在 你对他埋怨他 你心里当时说 儿子除了工作 就是打游戏 都不运动一下 你心里这种埋怨 这才是最糟糕的 发自内心地去欣赏你的儿子 这是内容 这是内涵 这是本质 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内涵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你能发自内心地欣赏 那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有了发自内心地欣赏 你都可以打 可以骂 咱们经常说 有了发自内心地欣赏 打骂都变成了打情骂俏 你有了对你儿子发自内心地欣赏 你打他骂他都可以 你不欣赏他 不肯定他 内心里埋怨他 内心里觉得他 对他不满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不要学这个表象 学同样是不吃饭 有的人不吃饭 人家病好了 有的人不吃饭 直接饿死了 区别在哪 光不吃饭 你光看不吃饭 你这不吃饭有什么意义 不吃饭还用学吗 你直接绝食就是了 别学这些表象 看看这背后有什么 北京的快乐生活说 我在房间看直播 老公在客厅看电视 现在我老公又是打嗝 又是打哈欠 他是不是也收到信息了 我要提醒他们 有可能 有可能 提醒不提醒都无所谓了 有的就是 这个人在这儿接信息 另外一个人吃不下去饭 这都正常 闪意知足常乐 我流洋泪 打嗝 想吐 是接到信息了吗 我是新人 报名西安 杨锦浩的壁骨银 可到现在没接到电话 我应该怎么办 你再问一问吧 你在群里再问一下 按他一下杨锦浩 接到信息了 你这肯定是接到信息了 大连拨牛 上周以为又犯病了 躺了一周没吃饭 感觉非常难受 不过我不想吃饭 这算壁骨了吗 不想吃饭就不吃饭 没关系 算壁骨 算壁骨不算 这都不重要 不想吃饭就不吃了 咱们这不是那啥的啊 辽碧华姐 你急问村长啥呢 我刚才问你 你干啥去了 问女娃多大了 你这半天不说 你直接听那啥吧 听回放吧 给你回答过了啊 你是大连的 是不女娃是那个 建东正是吧 建东正五年是你吗 你娃多大了 刚才一直在这问你呢 等着回答呢 已经回答过了啊 你自己听回放 这电 剩17%了 不知道能不能讲到11点 讲到11点没问题 大概就讲到11点吧 再讲上个20分钟啊 提问的人太多 提问的人太多 我这全跳了啊 大部分人的问题 我都跳过 大部分人的问题 我都跳过 聊屁清静心 这肯定是接到信息了 这不要问了 我都跳过 云淡风清起 这是河南的是吧 越爱吃 透析患者 学习听直播两个月 有一天自然而然的闭鼓了 闭了九天 感觉特别好 身体一直在排毒 以前没有尿 现在有尿 嗯 好 后边的话我就不读了 我看很多人 有人在祝福 这个河南的这个同学 是吧 嗯 哈哈 好些人在 像这个 穿F缠影在刷屏 对 便秘的人就 就是有一个特征 就是自私 便秘的人 你看 他 为什么自私 他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他老爱占便宜 那些没用的东西 他都不舍得扔掉 就没用的感情 没用的东西 他都 自私便秘就是这个 你看 那垃圾都不舍得排掉 就是 像对这种便秘的人 经常爱给他们出 这样的难题 不算难题 布置这样的作业 让他们去学着去布施 学着布施 我们有一种 类型的人叫什么呢 叫皮修性人格 皮修性人格 皮修性人格 皮修性就是 只进不出 那种人就 特别自私 总是 总是考虑自己 自我为重心 自己为师 好 他说了是15岁是吧 15岁 那就是家庭就有问题了 如果是家庭 如果是15岁的话 得了五年的见动人 这个 这个就是家庭有问题 就夫妻关系 有严重的问题 让他五年以前 五年以前 你的夫妻关系 就已经 五年见动人 五年以前 你就 就就就 已经 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估计你现在都离婚了 哎呦 这提问的人 怎么这么多 今年38岁啊 这个花姐又说是38岁 怎么又说15岁 如果是38岁的话 也是夫妻关系有问题 但是更多的就是他的问题 38岁的话 那就麻烦 如果15岁的话 你先学吧 你先学吧 我估计反正非常难 15岁也挺难的 15岁还有希望 38岁希望就有点小了 有点迷茫 但一切就有可能 你去学习吧 不管怎么样 你去学习 你先把自己学好 我给孩子指点 什么呀 指点的是你啊 你自己到这来 你自己学习 如果他要问 你替他问 你要明确的跟他说 替他问 他学的怎么样 有没有学大爱健身法 有没有对自己 这个病有认识 你先去学习 别在这问了 你先去学习 光在这问 你自己先去学习 38岁到底是 我没搞清楚 是他38岁 还是 你38岁 今年38 应该是女儿38岁 女儿38岁 你至少 60岁 你先学吧 不管你多大 不管你38岁 还是60岁 我看半天 你这问题 我看了半天 都没搞清楚 到底多大 如果你38岁 他15岁 不管多大 都是你先学 都没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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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弟快乐福妈 村长晚上好 我老公是做苦力活的 每天看到他疲惫不堪的回家 我就非常的心疼 因为快50岁了 还有高血压 他的苦力活就是拿健康去换钱 我是做销售的 他也积极帮忙送货及财务管理 都是他负责的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做好销售 同时好好享受生活 以健康第一 但是他就是闲不住 只要有人打电话 哪怕身体非常累也一定要去 我的担心是不是多余 还是选择视而不见 不做神经病 安慰自己 他的健康与我无关 请村长解惑 这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你肯定是个神经病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视而不见也是神经病 安慰自己也是神经病 你现在这种担心更是神经病 就你整个你的人生观就是错乱的 你老公是做苦力的 他妈的谁 什么叫苦力 这个年代还有什么苦力 不过就是做一些什么体力活搬运之类的 这就叫苦力吗 我也是做苦力的 如果你这个都算苦力的话 那过去的那些 那些装卸的那些人怎么算 什么苦力活就是拿健康换钱 这都他妈的什么认识 做销售就就轻松吗 销售轻松吗 销售一点都不轻松 我刚才讲的销售 我做销售 我我我 我自己曾经做销售都做的苦哈哈的 我也见过太多做销售做的苦哈哈的 我现在也是在做销售 是不是 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做的很苦 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做的很快 搬运工也可以做的很快乐 做销售也可以做的很劳累 你这自己干点 这这这这矫情 这种人就是矫情 这一课程一开始在那说那个田普君 那说的那什么 你就属于那种人 矫情 还还还歧视劳动 歧视体力工作 做销售有啥牛的 他选择视而不见 你他妈的这种人 你这种人整个人生观就是错的 你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光荣 什么是卑鄙 像你这种 跟田普君一样的人 田普君就这自以为还自己了不起 还让大家去学着 跟着他去学学什么 贵族学校 据说他办了什么贵族学校 当了小三还自己 还认为什么追求爱情 把自己还还拽得不得了 去了一回英国就 就就以为见了世面 就一天整天宣传人家什么英国三代 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 这种贵族跑回来 跑到中国来宣传这种东西 你就一天整天有这种错误的认识 跟着一样 劳动光荣 连这点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这才是你 你是神经病最根本的原因 健康第一 好好享受人生 你他妈懂得什么叫享受人生吗 你知道什么叫享受人生吗 劳动就是最快乐的 像你这样 你这样哪是哪是哪是享受 哪是你懂得个什么叫享受人生 你的人生就是用来浪费的 你的人生简直就是 你以为就像田普君那样 那叫蛀虫 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那不叫享受 那叫吸血 不给你打了 不给你打 就是吸血鬼啊 心里扭曲 对 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 什么是 这种人矫情 就世界上相当多的人 就是以这个田普君为代表的这一类的人 就有的人就学 就认为那是贵族贵 什么人家给他递来一个WiFi 服务员递来一个WiFi 都拿盘子盛着 从头到尾过程当中没有一句话 他认为这就是贵族贵 认为这就是享受 认为这就是 什么礼仪 是吧 这么严厉的是 就是矫情 傻逼嘛 你让他去享受这种贵族贵族去 我去年离婚了 也没有孩子 经济压力很大 但我一直努力工作 近期没有再婚的计划 可是最近有好几个男士向我表白 甚至见了一面就说要娶我 真是不可思议 终身大事怎么能草率呢 我都是婉拒了 可以谈工作 谈朋友 其他免谈 我该怎么办呢 你都婉拒了 你还问我该怎么办 你都已经很明确的 都可以谈工作 可以谈朋友的 其他免谈 那你问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给你回答 我怎么给你回答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觉得你 你之所以拒绝人家的表白 之所以拒绝别人的表白 是你还没有准备好 你拒绝是对的 你要再答应了 你的婚姻就是 就是一个新的 糟糕的开始 还有1577个提问 不会吧 我不管了 反正我再回答几个就结束 再回答几个我就结束 这个近A太原这个同学 跟是否表白什么没关系 跟你是不是从过去那一段 错误的婚姻里 吸取教训 跟这个有关系 从那一段 糟糕的婚姻里 要学到 学到该怎么样 经营婚姻 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目前看来 你好像还没学到 你没有学到 要抓紧时间 你学会了 你才可以开始新的婚姻 才可以新的 迎接新的挑战 没有孩子 有什么经济压力 很大 你单身 又没有孩子 有什么很大的经济压力 就是你的人生 还是有问题 你的人生有问题 这都需要学习的 刚才骂前面那个人 有点狠 你的人生观也有问题 这来咱这的课程 就是准备 颠覆三观的 负债很多 负债很多 就更要 更要去 就负债就是你折腾来的 你瞎作呀 瞎折腾 要对这个负债 要有认识 为什么负债 是不是 你能不能以后不做了 人就是容易这样 好了伤疤 忘了疼 负债有多少 辽碧华姐 你不要再问了 你自己先学习 自己先学好 负债千万 投资失败 负债千万 投资失败 怎么可能负债千万呢 投资失败 怎么可能负债千万 根本就不是 投资失败的事 不是投资失败 我也搞投资 我失败 也经常投资失败 那怎么可能负债千万 是因为你借了 不该借的钱 这才是关键 这才是关键 拿了不属于的钱 去不属于你自己的钱 去投资 这才是关键 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 这才是关键 还是一样啊 你的人生关需要重建 不能给你再回答了 这还提供的人还很多 辽碧爱太阳 让他妈先学吧 他妈先学 起不来了咋了 起不来了也能听课 他妈先学 好不好 你是邻居 行 敬畏暖暖 你也不要再 在那啥了 也不要再刷屏了 给别人讲的 就是给你在回答 给别人讲的 就是在回答 把房子抵押 然后投资了 那就把房子 让那啥了 就是让人家一收 就是了 那就不存在 这个千万负债了 把房子给别人 就是了 让银行一收 就是了 房子价值千万 是吧 让人家 银行一收 你就没有这个负债了 就租房子住 你单身一个单身的女的 住一个大房子 价值千万的房子 这本身就不 本身就很不好 就得不配位 一个单身的女的 你住那么大的房子 干什么 价值千万 你配得上哪个房子 你还努力工作 努力个头啊 赶快把那房子赶快去 你需要的是四套房子 那四套房子 你就把四套房子都卖了 都卖了 就是了 卖了 把债一还 这不是无债一身清 这都轻松的 一直租房住 一直租房住 那四套房子哪来的 四套房子都不住 一直租房住 这咋回事 这咋回事 是你爸妈的房子 是别人的房子 不属于你的房子 不属于你的房子 你拿这个钱去贷款 这还是刚才说的 不属于你的 不属于你的钱 你凭什么去动 有啥卖不掉的 房子太大卖不掉 我还第一次听说 房子太大卖不掉 我第一次听说 房子太大卖不掉 你自己把这 把这问题先整清楚 还是刚才说的话 我给你回答的 你自己搞清楚 自己把人生观 先 不说了 包括北京这个暖暖 也一样 你的问题我不读了 不要在这刷屏 自己的问题先 给别人回答 就是在给你回答 快没掉了 这也是一点 再回答几个 干A吉祥 几天前我发现 两岁八个月的外孙女 嘴巴哭的时候 歪的厉害 怎么回事 不哭的时候还好 有时候说话也有点点歪 什么怎么回事 这就轮不到你操心 干A吉祥 你是哪的 干A 南昌的 外孙女 你是婆婆 还是外婆 外婆你把自己管好 管什么外孙女 外孙女 这事 这是应该是 你女儿和你女婿的事 你瞎唱或什么 你瞎唱或什么 季节 阳光明媚 儿子精神分裂 住院 我让他奶奶来陪儿子 我去上班 对吗 不对 你这样问问题 你就不知道该咋吧 你不知道你错的 哪里 你儿子精神分裂了 谁陪他这时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儿子精神分裂 说明你这个家庭有问题 长期的有问题 你上班不上班 这都不是什么对错 你可以上班 也可以不上班 最重要你要跟 跟你娃娃爸爸关系搞好 我这没电了 今天这课就到这了 咱结束 今天就到这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